视频开始之前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今装电脑 你会选择什么平台的内存 3 2 1 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会选择第1 随着内存的技术不断优化 以及价格方面的下降 无论是从性能的体验 还是后续的保质率 第5的内存都理应成为新机器的首选 在选购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该关注容量和频率 而董哥除了以上的两点外 还会关注 其采用的颗粒 因为好的颗粒往往具备 兼容性更好 超频潜力更高 持续低等优点 在第4时期 顶级的颗粒代表就是三星的B代 而如今来到了第5 具有相同地位的 就是海力士的A代了 那金台客最新发布的这一款新品 就采用的是海力士相同颗粒 且它的外观 还是大家都比较喜爱的纯版风格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这一款新品的实际使用体验 首先对DIY了解的同学 应该对金台客并不陌生 说起来他还是个老牌子 在国内于2000年成立 是一家专注于数据存储 及设计研发制造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存储方案供应商 本次发布的新品 外包装的设计可以说非常简约 单条单核的设计 正面是品牌的标识和系列logo 背面则是产品的名称和参数规格 通过该信息 可以确定产品的正式名为 金台客树虎DDR5 6400M内存条 打开包装盒可以看到金台客树虎 本体采用的纯白设计风格 官方命名白月光 正反两边均有铝合金散热装甲覆盖 装甲上的线条类似于浮雕纹笔设计 整体的原子还算在线 查看侧面 金台客树虎采用的是单面颗粒设计 颗粒与装甲之间均有导热垫覆盖 芯片在使用当中产生的热量 都能通过导热垫 船只散热马甲 由于是成熟的方案 所以降温的效果一般还是挺不错的 体积方面 金台客树虎由于不用考虑RGB的灯光空间 所以体积控制的比较小巧 不用担心安装时和散热出现兼容性的问题 其他算数方面 金台客树虎的容量为单根16G 我们手中一共有两根英尺容量32G 应对常规的游戏 以及生产力的需求 可以说完全够用的 而频率方面 金台客树虎比目前主流6000M略高 为6400M 在海力士A代颗粒的加持下 超频潜力不容小觑 对于比较重要的时序方面 金台客树虎默认XMP的时序为 C32 39 39 102 属于比较低的范围了 日常使用应该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至于平台兼容性方面 金台客树虎支持英特尔XMP 3.0和AMD的EXPO 两大平台的超频技术 同时还支持ONDAI ECT的九错技术 可以提高内存工作时的稳定性 特别是在超频时 这项技术能够提供更加可靠和更稳定的性能表现 好 我们来到实测环节 测试平台如图所示 通过台风软件结合颗粒编后 我们可以确定该内存使用的是海力士的A代颗粒 在默认的情况下 用A打64进行测试 5600M的金台客树虎 读取为87500 写入为77400 复制84100 延迟来到较高的81.6 而开启XMP 6400M的金台客树虎 读来到10600 写来到87400 复制来到9万 三个项目较之前分别提升15% 13%和15% 延迟更是降低了23% 来到66.4 好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测试项目 其次一谱 默认5600M的金台客树虎 压缩性能134500 解压性能2095万 而6400M之后 压缩性能提升至15万 解压性能提升至213万 压缩性能有了11%的提升 可以看到 6400M较高的频率 搭配C32的低时序 即便只是简单开启XMP 金台客树虎的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毕竟海力是A代颗粒的加持 其潜力还是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所以我们又对起 进行了超频测试 不过因为手中的1700K 是一颗SP67分的大雷 因此频率未能超上太多 最终稳定至6800M 时序则是优化至较低的C40 这个参数和其他6800M 内顺产品基本一致 一想到 后者价格卖的还要更高 这一波只能消息了 如果说CPU能换成体质更好的型号 搭配手中这块主板 不说和大佬一样突破8000Mbps 稳个7400Mbps 我想问题应该也不大 至于6800MbpsC40时序下 理论测试表现怎么样 这里我们放了对比图片 大家可以自行观看 说到内存频率的提升 其实除了刚刚的理论测试 大家应该都知道 随着内存频率的提升 其实对于游戏的增速 也是有不小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择几块热门的网游 和经典商A 进行了一波游戏的实测 希望能给大家起到一个参考 以多谈二举例 首先在5600Mbps进行测试 游戏的平均增为250Mbps 6400Mbps提升至277Mbps 6800Mbps进一步提升至292Mbps 提升的幅度较原来 分别提升11%和11% 由此可见 内存频率的提升 对于改善游戏性能 还是比较有效的 像吃鸡这一类涉及游戏 玩家对增速的提升 会更加敏感一点 默认频率下呢 它基本是在345幀左右徘徊 而超频后能来到358幀 而单机因为更吃显卡 所以内存超频带来的增速 收益就相对较小 OK那么经过了以上的测试 最后我们对这一款内存 进行简单的小总结 首先相较其他的D5产品 金泰克束缚的外观颜值 我觉得还是达到了 比较不错的水平 性能在海力士A代颗粒的加持下 默认XNP也有不错的表现 且超频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追求颜值 且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几个玩家 目前这一款内存呢 会在628当天上架各大平台 如果对它感兴趣的话 不妨蹲一蹲 说不定价格上有惊醒了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全部的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长按点赞 一键三键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看法和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 弹幕留言讨论 我是康丹 我们下期再见